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G.S.Ledrian 29日于东京行的最后一日表示,日本企业必须认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在明年初结束,并向日商伸出了橄榄枝,希望日商能够选择法国以作为替代选项。 综合媒体报道,勒德里安于29日会晤日本企业高层时表示,英国与欧盟正在谈离婚,在分手之后虽然不会成为彼此的敌人,但关系无疑将不如过网单紧密,且因英国尚未表明对于未来与欧盟间关系的维系方式。 如今谈判方向尚不明朗,他一再提醒日本企业他们,英国将不再得到优惠待遇,希望日商能尽快面对英国将脱离欧盟的事实,选择与法国合作。 据了解,日本制造业巨头日历,汽车制造商本田,日产和丰田等公司,欧洲总部都设立在英国。 日本驻英国大使赫冈宫二,Koji Tsuruka,也指出,去年大约有1000家日商企业于英国雇佣约16万名员工,并投资约600亿英镑,约新台币二、四兆元。 因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日本企业一直都对英国脱欧持反对意见,安倍晋三更是多次要求英国确保脱欧不会冲击在英国经营的日本企业。 除了法国,欧洲目前已有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和荷兰致力于吸收将失去英国。 这个据点的日本企业,日本三井朱友金融集团也于去年表示,为面对英国脱欧将在德国法兰克福是粒子公司,但目前大部分设厂在英国的日本企业对于英国脱欧后的计划仍较为保守。